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还没有看到任何成果 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开枪 他通过推特透露从星期五开始 美国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 从目前的10%增加到25% 特朗普还抱怨眼下跟中国的贸易协议谈判仍然在进行 但是进展太过缓慢了 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这个星期率领中国代表团 在华盛顿和美国进行下一轮的贸易谈判 但是彭博新闻社援引消息指 中国正在考虑推迟刘鹤的情城 美中贸易谈判上个星期告一段落后 原本各界都认为这场长达10个月的贸易战 有望在近期暂时画下句点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发出的推文 又给这场贸易战增添了变数 他在推特上表示 美国过去10个月 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 所征收的10%关税 将在星期五提高到25% 此外特朗普还提到 中美贸易谈判持续 但是进度太慢了 中国试图针对一些细节重新谈判 这让他无法接受 对于特朗普的加税警告 中国方面表示意外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方可能考虑取消这个星期的谈判 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这个星期 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进行最新一轮谈判 但特朗普丢出的威胁 可能让计划出现变数 特朗普的言论对股市来说 也不是个利好消息 美国各大股市纷纷下跌 贸易战紧张也导致亚洲股市 星期一早盘惊慌错跌 NTV7综合报道